我要是不说啊 你肯定不知道 每天早上起来啊 你只需要躺在被窝里面 做这一个锻炼 就可以把你的腰部 臀部 腿部锻炼的非常舒服 什么天天想着去锻炼这里 锻炼那里 就一个动作 把你的腰和肚子拉伸的非常透彻 把咱们臀大肌拉伸开之后 你的腰部就特别有支撑感 做骨它就通畅 腿脚呢 它就有劲 那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应该怎么安全高效的去把咱们的臀大肌 给它拉伸开呢 很多的朋友啊 他一提到锻炼就喜欢去做蹲起 喜欢去做跑步 我跟你说千万不要 尤其中老年朋友 您做锻炼呢 最重要的就是安全 您就应该在家里躺在床上 把锻炼给他做的 这个呢才是最适合您的 今天呢我就来教你一个 在家里躺在床上就能安全高效的 把臀大肌这一大块肌肉拉伸开的好方法 那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您给我点个免费的小红星 我现在就把这个动作给你示范一遍 现在我们直接平躺下来 平躺下来之后 双手放在身体的两侧 然后现在咱们双腿往回收起来 双手抱住我们的小腿 尽可能的往往里面拉进去 这个时候你看一下 我们整个腰背部 它是紧贴床面的 它是处于一个放松的状态 然后咱们臀大肌这一块呢 它整个也是在被拉伸的 那您看就这么一个动作 腰部臀部都有在被拉伸 都有被放松到 那你每天就做这个动作 每天的话做三组 每一组做一分钟 做完之后你去感受感受 你的腰臀腿这个舒适度 它确实不一样